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当初我其实非常犹豫要买M1 Pro、MacBook Pro 还是M2的MacBook Air 虽然两台的价差看起来差了2万多块 但如果把MacBook Air的记忆体和SSD 升级到16GB、512GB 让它跟M1 Pro的MacBook Pro最低规格来比较的话 其实这两台的价差就只有差1万块而已 但是MacBook Pro有强的更多的效能 更好的喇叭音效 更棒的mini LED的荧幕 还有Promotion 120Hz的更新率的荧幕 IO部分也更加齐全 有UHS-II的读卡机 有标准的HDMI 三个独立频款的Soundboard 4 而且差1万块你买到的这些 我真的觉得是太划算了 光是这个萤幕我觉得就只1万块了 那其他就当送的好了 那缺点大概就是续航力会短一点 然后重量多400公克 厚度也变厚 甚至我真的非常犹豫 到最后一刻下单之前 我都还在犹豫要不要改买MacBook Pro 另外我也很犹豫 MacBook Air要不要升级到46,900那一款 还是就单纯升级SSD 升级到512GB就好 因为现在这个256GB的速度 它其实只有一半而已 真的是非常的弱智 不过当时大概用了 不到一个礼拜的MacBook Air 我就更加确信 自己当下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那这个之后再跟大家细聊 我今天想要更着重在体验的部分 也就是从我一个用MacBook Pro 13吋2017年 两个Thunderbolt的机种的人 升级到目前这台M2的MacBook Air 最低配的版本的主观感受 那我们就从笔电的顶面开始说 A键的部分 我觉得Apple的logo 新的这一代的更大了 那它就是一个更大的指纹收集器 变大是有在比例上是比较好看的 那但是这个指纹收集器 也真的可以好好改善一下 就真的很麻烦 上面的到处都是指纹 那第二点呢 就是表面的处理 我觉得MacBook Pro 13吋2017款的 它的表面摸起来是更加平滑的 而M2的这台MacBook Air 我选择的是金色 它表面有些微粗糙一点点 但也是非常非常平滑的 实用的感觉上 我觉得是稍微比上一台更容易沾脏的 那另外呢 就是MacBook Pro原本这一台 它边缘过度是没有明显的圆弧 它边角都是尖锐的 我觉得手感是比较喜欢 那但是这一台MacBook Air 它边缘就比较尖锐一点 手感我觉得没有那么好 但是在撞到东西的时候 很明显已经比较不会像以前 那么容易留下磕碰的痕迹了 接着看到荧幕这一面 我一开始就觉得 哦 好不习惯 好像哪里怪怪的 我发现了 就是logo的地方 原本在荧幕下面 这边会写MacBook Air MacBook Pro 这个字样现在就没有了 另外荧幕边框变窄 是真的非常有感 但是它这个变窄 又比MacBook Pro M1的还要宽 就不是很好受 那但是回到跟之前的MacBook Pro相比 我觉得真的是窄了非常非常多 现在回去看都有点难相信 之前怎么有办法忍受 这么宽的边框 但是又回想当初 MacBook Pro大概2016年 推出这个机型的时候 当时那部分Windows的笔垫的边框 比这个还要来个粗两三倍都有 那当时就觉得这个边框已经很窄了 但没想到到现在 就它看起来已经比这个还要宽很多了 那再来就是刘海了 说真的这个刘海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提醒 我是个白痴 花钱买一个这莫名其妙的设计来恶心自己 如果真的是技术问题放不了 那我真的觉得 你只要放光源感应器就好 我就看真的是可以不用放的 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Windows的笔垫 甚至五六万块钱的 它的镜头都还是720P的 Apple的1080P真的画质好很多 然后解析度也是很明显的 但是对我来说用不到的东西就真的没有差了 所以就是拜托不要给我刘海 额外可以稍稍安慰自己的好处 大概就是在全萤幕的模式下 以前看不到状态栏的资讯 那现在都看得到了 像是音量啊 WiFi状态 日期时间 LINE等等通讯软件提示 或是其他App的状态 以及以前一些第三方的App 例如说Chrome 在全萤幕模式的时候 移动游标到顶部看资讯 整个页面就会自动往下移 当然这可能是Chrome的设计考量 因为Software就没有这种奇怪的状况 但不管是哪一个 现在的状态列就是很久显示的 那Chrome也就不会有这种鬼畜的表现 但如果你是不想让自己看到状态 或是你不想让旁边的人看到 你也是可以把这个状态 设为全黑的状态 但就是回到那种很粗的黑色的边框 就也是很智障 接着看到C键的部分 键盘我觉得简单来说 就是打字更安静 力道感觉更轻 键程更长 当然我自己是喜欢键程短的键盘 我觉得打起来这样可以更快 那虽然如此 但我觉得现在这一代的键盘 还是明显比较好打的 然后噪音也比较小 终于是没有touchbar了 我知道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我自己是不喜欢的 而且就我自己的统计 身边朋友喜欢的比例 大概是10-15%左右而已 不喜欢的还是占大多数 键盘的function key是全尺寸的 键盘手感是平面的 没有内凹 就可以跟底下文字输入的 一般的按键做区隔 底下的按键就跟以前一样 都是有内凹的 是比较好打的键盘 至于function key变大 我个人觉得是不好不坏 没有特别评价 因为对我来讲就两种都可以对我来讲 就没有差 但是呢function key的F5跟F6 原本是键盘背光的调整 现在就被取代了 那现在要叫键盘背光调整 比较快的叫出方式 应该就是在右上角的控制中心里面 然后你要多点几层去改 但这对于在比较暗的环境下 我觉得光源感应器 有时候不是很能准确达到 我想要的那个键盘背光 当环境光的感觉 所以就需要手中去调 还有我经常会按F4的Launcher 去叫出其他的App 那现在这个按键就变成Spotlight了 Spotlight这个功能本身是非常好用 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用了十多年 但是我习惯是用option加space 快速叫出 那现在一个独立的按键 我认为并没有比较好 即便不考虑我自身总习惯的问题 我觉得Spotlight 它在function key的位置 就意味着如果我要去按的时候 是其中一只手指 要往上延伸去按F4 然后再回来原本打字的位置输入 但我觉得原本用option加space 或是后来的作业系统预测改成 是command加space的方式 是可以更快速更流畅的 马上去打到要接下来输入的字 再来就是方向键的左右键变小 这点我觉得要拆开几点来讲 第一点就是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 是比较喜欢全尺寸的上下键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上下键是半高设计的 一方面是因为用苹果的桌机跟笔电 都用的蛮习惯的 那其他Windows的品牌 也用过这样的笔电 也是用的非常习惯 因为这样在玩一些赛车游戏的时候 单只可以上下快速的切换 切换这个加速跟刹车的功能 而且手指已经可以控制到 非常精密的程度 我觉得不管是游戏还是平常使用 中指一根手指头前后移动 就可以精确控制 上下要按哪一个键 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全尺寸的键帽 我觉得反而距离太长 反而比较累 但是左右键 我反而是比较喜欢全尺寸的 因为左键对应到食指 右键对应到无名指 如果只有半格的话 我觉得手指放在上面 会有一点不安全感 但是如果用半格 是相对来讲有个好处 是没有打字的时候 手指可以放在这边 有一个停泊的基准点跟参照点 或是换个方向讲了 MacBook Air一直以来 左右键都是用小的键帽 只有MacBook Pro 在上一个世代的机种里面 它是用全尺寸的键帽 那不过在更早以前的时候 不管是MacBook Air 还是MacBook Pro 它们都是用 我印象中 它们都是用比较小的键帽 那如果有错的话 再请大家看物一下 接着看到触控版的部分 旧款的这个MacBook Pro 它的触控版真的是非常大 我记得好像是比现在的 M1 Pro 14寸的触控版 也比那台还要大 那目前的话 也是比这台M2的MacBook Air 还要大的 不过我觉得虽然变小一点点 但是使用上完全没有什么差异 因为以前的就算触控版那么大 经常也没有用到边缘的部分 所以缩小一点这一点 我觉得在使用上 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差异 接着是喇叭音效的部分 我觉得新款的就没有什么低音 也没有高音 然后声音很扁 高音的时候还会破音 不过环绕效果是真的很好 但感觉它是非常吃 环境跟背景的反射 所以如果你放在桌上的时候 它是一个蛮有回馈感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一拿离开桌面 或是拿离开靠墙的地方 它的声音就会变得非常差 反之我之前用MacBook Pro M1的感觉 我觉得不管是放在哪个位置 环绕感都很强 然后高音低音的表现 都比这个强非常非常多 整体来讲 我觉得大概就是环绕感有比 之前旧的MacBook Pro好一点 剩下的都比较差 然后是因为温度的桌面 再来就是Touch ID的指纹解锁 只要接触到不用按下去就可以解锁了 但是这样的方式你会觉得它的感应速度比较慢一点 我是觉得比用iPhone 7的时候那个速度还要慢一点 但如果你是有压下去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快 我觉得是因为人感知在压下去的这个过程中 会忽略到它的动画的这个变化的速度 那第一次用到有Touch Bar的MacBook Pro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方便的 除了直接就会帮你填好密码 而且还会顺便帮你按下Enter键 真的可以省下很多打密码还有按Enter的时间 尤其平常因为会评测到WiFi Router 经常要去登入那个Router的后台去改东西 那这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顺畅 但是指纹解锁的组数也太少了吧 只能设三组耶 这真的很少 因为我左右手都有几只可以去解锁 那我就觉得手机都会到五组耶 这个给三组真的是太少了 MacBook Pro 13寸2017老的这一台 它的USB-C有两个 虽然两个都是Sounderboard 但它其实是共用品宽 目前大多Windows的笔电也就是如此 那之前MacBook Pro 13寸15寸16寸 有四个Sounderboard的机种 那它们就是两个一个Hub 那它总共有四个 所以总共有两个独立的频宽 而MacBook Air M2呢 也是有两个USB-C 但是它两个Sounderboard都是独立的会友牌 也就是说它是独立的频宽 不过M1 M2系列的芯片 如果使用Sounderboard SSD外接合的时候 解锁速度都会被砍半 就大概只有1000MB而已 读取速度则是蛮正常 就可以到2000多MB 不管是之前买的MacStudio 还是这台MacBook Air M2 都有这个现象 而支援Sounderboard的iPad 这个速度大概就是五六百枚左右而已 MacSafe的回归真的是哭笑不得 当初用了这么多年好好的 结果就转USB-C的时候全部拿掉 着实令人无言 那现在MacSafe不加回来了 该夸奖吗 这不就是当初你应该给的吗 真的是气死人 那回归实际使用层面 我觉得好处就是 以往如果不是用HubDuck或Dungle 它为了一个充电 就要占掉一个USB-C 那至少现在你有MacSafe这个选择 你就不会因为充电去占掉一个充电孔了 当然对我来说 选择M2的MacBook Air 就意味着要放弃掉HDMI SD度卡机这些重要的IO 那我还有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之前用MacBook Pro 13寸的2017款 或是其他的iMac 还有Windows的笔电 都是可以透过USB-C2C的连接 到华硕的PA279CB这台萤幕 但是我现在 我不管是用华硕原厂支援DP的 那条USB-C2C的线 还是额外的Sounderboard线 连接上M2的MacBook Air 都是无法使用的 它完全找不到讯号 所以我现在如果要用这台M2的MacBook Air 连接到4K萤幕 我就会用J5Creator的JCD393的转接 因为目前市面上 如果不是透过Sounderboard界面 大多USB协议的DarkHub 它们大概就支援4K30Hz而已 但我觉得60Hz的更新率 对于日常生活使用 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所以J5Creator的JCD393的这颗 真的是很难得 你不需要用Sounderboard接一大串 你只需要一个Dungle 就可以达到4K60Hz了 此外这颗Dungle 以后支援MicroSD和UHS-II的SD卡 而且是可以同时读写的 有的外接 它表面上会跟你说 我有两个读卡机 首先它不一定是UHS-II的 对我来说这个速度就差蛮多的 此外如果你有一些GoPro 或是行车记录器 那你就知道 同时能插上能读写MicroSD跟SD卡 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虽然你不见得是真的要让它同时读写 但如果你同时带两张卡在身上 你接在上面 那它就只能读一张卡 就非常反直觉 那J5Creator这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另外有些Dungle的PD充电可能没有办法支援 蛋滑加的充电器 那JCD393我目前搭配起来是可以 没有问题的 而因为我用的另外一颗电源供应器 是100W的JUP44100也是J5的 那它的单孔最高输出是100W 而JCD393它本身就会需要一些供电的瓦数 所以呢它标示100W 那我在实际上在其他的电脑上面测试 大概是85W左右 在MacBook Air M2上面也是可以测试 看到它是以85W的协议在充电的 但实际上因为笔电本身它还是有瓦数的充电限制 就是充60W而已 所以这个85W它不会实际去达到85W 只会最高用60W再充 所以Dungle的瓦数对它来讲也是绰绰有余了 大家现在也很喜欢 Intel的第12代轻薄笔电 跟MacBook Air M2做比较 从图表上我觉得可以观察出几点 首先最低配版本的这一台M2MacBook Air 在Crossmark的效能表现 大概是跟i5-1240p差不多的 然后大概会比i7-1260p再少一点点 不过Windows的轻薄笔电通常没接电跟有接电的状态 它出来的分数差异会很大 不接电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 而MacBook Air M2不管有接电还是没有接电 它效能分数几乎是没有差的 在一个误差范围之内 当然每个测试软体都有它测试对应的项目 或是加权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对特定领域的软体 或是功能有特别的要求 我建议还是实际去测测看它的差异 以及你自己使用下来的感受 这样会比较准 接着就是续航力的部分 之前用MacBook Pro每天大概可以用到200%的电池 最高纪录有一次是用到了400% 而且要了解到这个我没有做剪辑 我就是做文书看影片而已 而且这台的电池收命其实只有一年而已 因为之前有换过一次电池 但是现在电池的循环数已经600多了 而Arm架过的这台MacBook Air 目前平均每天大概才用60%而已 如果是用的比较凶也就是接近100% 但是都还没有超过100%这个门槛 如果省着点用一天40% 50%都是可以达到的 也就是说 这样如果我出外两天一夜的行程 甚至是完全不用带充电器的 续航力部分 我想一个自己比较主观的感受 我觉得目前续航力比较好的 Windows的轻薄笔电 用一天是没有问题的 比较差的Windows的轻薄笔电 大概就是用半天而已 但是MacBook Air M2 在我个人差不多的使用条件下 可以达到一天半 所以我觉得续航力大概就是差50% 而MacBook Air M2如果用一天的话 大概就是用掉60%的电量 接着来谈谈配线的部分 原厂配的MacSafe的线真的是非常的长 也非常的好用 就真的找回以前用MacSafe的感觉 然后这个MacSafe它更薄了 但是我觉得吸力跟以前相比 也还是非常强劲 然后非常好用 但是这种MacSafe的接头 我觉得就是要注意 在它的沟槽里面 还是蛮容易卡脏屋的 这条两公尺长的MacSafe的充电线 它表面也有编制的材质 整个重量是57公克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在重量方面呢 原本MacBook Pro这台的重量 因为我有改过SSD 那那个重量上会有些微的差异 但是应该差不多 我测起来目前是1367公克 而现在的MacBook Air重量是1212公克 虽然数据上来看才差150公克 可能就差不到一只iPhone的重量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拿起来真的差蛮多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不会后悔 买MacBook Air的原因之一 最后看到第一件的部分 很明显这个镭射的字变得非常非常少 而且很不明显 还有底部的螺丝变得很少 只剩下4颗真的是超级小的 应该是最近看到所有笔垫 或是过往看到13 14寸的笔垫里面最少的 那底部的脚垫也变成平面的 我觉得这个在拿跟放的手感上 真的是有点差异 那如果真的说好处的话 就是以前的那个用久了弧形的那个脚垫 它会有点磨损 它现在比较看起来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 它脚垫的区域随着机壳变化 它是凸出来一点点金属的 然后去贴着这个脚垫 那它这个脚垫更凸出来后 也不是圆弧形的 所以现在如果你是单手拿这个笔垫的话 真的是更好拿 而且如同前面提到的 整机的重量大概轻了150公克 还有新的机种 它的表面处理 粗糙感比较粗一点 所以我觉得在单手拿 或是手指去接触到机器的时候 比以前好拿非常多 旧的那台MacBook Pro 如果是负荷比较重的文书 然后一次开很多东西 还频繁切换 温度很快就上来了 如果你同时充电的话 温度也是在往上加 而且你会听到风扇的声音 但是新的这一台文书上网 即便是重度的文书 目前也感觉不太出来什么温度 而且因为我没有打算 用这台做剪辑 剪辑还是会给同事执行 或是我自己剪的话 就是放在iMac上去做 在桌机上面去执行 如果暂时就不会去测试 剪辑这个部分 如果真的很重视剪辑这件事情 我当初就会买M1 Pro的MacBook Pro了 那目前有遇到温度上升的情况 大概就是开iPad游戏 也就是开iOS的App 那我觉得能够开iOS的App 这件事情 真的是差很多 就完全打开个新的世界 你可以用的App的数量 跟玩法真的大增 例如一些阅读器 只有在iPhone、iPad上面有 或是有网页版的 那现在笔电上面 我就可以做到笔线阅读了 除此之外 还有米家的App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用 那像好几年前 米家生态还没有开始萌芽的时候 那时候要经过很多转接 像是Home Bridge 然后连接到MacBook上面 然后再去转接 然后可以用Home去控制 但是蛮不稳定的 当然我知道在iPhone上面 也是可以设定一些捷径 去控制米家的App 但是我现在是可以在MacBook上面 去运行iPad版的米家App 操作起来就方便非常多 而且可以控制的细节也更多 稳定性也非常好 目前比较明显的缺点 大概就是这样的App 它的耗电量可能比较大 至少我在活动监视器里面看到 它的能耗影响 其实还蛮明显的 那彤影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收尾了 不过忽然想到 有个东西忘了讲 就是旧的MacBook Pro 周围是有比较大的空间 让手指可以伸进去 把笔电抠起来 然后把笔电拿起来的 或是放下去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的MacBook Air 因为它周围变得圆弧 然后空间变得更小 所以要这样做就变得更难 每次拿笔电就变得 我会有更高几率选择 用两只手拿起来 而不是用一只手 就把笔电拿起来 这个如果你手上拿 很多东西的时候 真的差异蛮大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 比较难过的地方 那以上就是我对于 从MacBook Pro 13-20一阶款 升级到现在2022年的 MacBook Air M2的处理器的感受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